早安 大家好 我是滴滴 我們現在又要去台南了 這一次會下去台南 是因為我收到一間飯店的合作邀請 要下去開箱他們的飯店給你們看 然後就想說既然都下來台南了 那就來這邊 來這邊怎樣 那我們這一次下來台南要吃的東西 主要都是網友推薦的 我還會買抽獎要送的東西 如果還沒follow我IG人 可以去下方資訊欄點連結去追蹤我的IG 那如果你也想知道這一次我們去台南會吃哪些東西 他會去哪一些地方 就繼續看下去吧 我們又到台南了 我們來台南第一餐要吃這一家 開圓紅燒土脫魚跟 我們點了一個肉燥飯 土脫魚跟米粉 然後還有一個碗粿 跟滷豆腐 然後店家人員跟我們說 滷豆腐要加這個辣椒會比較好吃 豆腐飯 豆腐飯 它是煮出魚跟湯喝起來是甜甜的那種 超級排南味 它吐脱鱼跟的湯喝起來是那種甜甜的味道 然後豆腐的話我們就有加它說的那個辣椒醬 還蠻好吃的 我們第一次看到碗粿裡面有再加鹹蛋的還蠻特別的 肉燥飯的部分我覺得普通還可以 沒什麼特別的味道 台南完全是夏天耶超熱 老紅已經流汗了好誇張喔 天啊台南爆熱 跟台北完全不一樣 我們現在在台北已經要穿外套了 來台南穿短袖肉鹹多 剛吃完那個開園子脫魚跟 我們兩個都覺得 還好 但是大家來台南還是可以吃吃看 畢竟每個人的口味都不一樣 我們現在在國華街就是捲尾家旁邊的巷子 大家如果看我上一隻獨旅的影片就知道 我來這邊就是這一條巷子這邊走一走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現在就是帶老紅來這條巷子再走一遍 跟他介紹我那時候來走這條巷子裡面有什麼東西 大家還記得我上次台南獨旅的那一隻影片 有逛到這一間店嗎 可是那時候這一間店它裡面是管的 結果它今天有開耶 所以我想要進來逛逛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剛剛發現它門口的上面有三隻很奇怪的鳥 一進來的右手邊啦 它這邊好像就是有賣一些文創商品 裡面的話也是有賣很多的文創商品 這個超級可愛 人生就是白忙一場 它往裡面走的方向不知道還有什麼 我們一起去看看 你們看 你們看這上面 好多了 這好特別喔 然後一樣這邊又是一個台南的天井 然後它 往裡面走的這個方向 裡面好像就是一間民宿 所以它這邊 有一張看板說就是不能再往後走了這樣子 好可愛喔這個 好可愛喔這個 來台南必吃好不好 必吃 耶 耶 耶 讚 吃完了 吃完唇藝人了 那我们现在要去饭店了 哈喽大家 我们已经到饭店了 然后我们今天住的是 这一家 达许二三旅店 这一次是受到他们的合作邀约 要来开箱他们的房间 介绍给你们 电梯一出来的话 这边就是他们的大厅 达许二三的大厅 是以学校操场的设计 作为灵感 整体的设计非常的年轻有活力 我自己觉得大厅是一个 很好拍照的地方哦 柜台的旁边有一些文宣可以拿 大厅左边的长走道 也是一块可以休息的区域 旁边的窗也是可以打开的 就可以看到台南市区的一些街景 观光区域的左边呢 也有卖一些洗发沐浴的商品 可以做购买 还有一些免费的书籍 可以自由取悦 很酷 他们把消防酸改成一个篮球框 接下来就要开箱我们今天住的房间 我们今天住的是101号房 还有他们的房卡 用一个很亲爱的套子装着 走吧我们去开箱房间 悬疼 很可怕 玄关一进来的右边就有一个全身镜 有全身镜的房间就是BUT 正前方的话就是一个鞋柜 再来介绍一下书桌区的部分 桌上就有123个插头 然后这里还有两个USB的插头 這一包裡面應該是吹風機吧 吹風機又是這一台 菲利浦的 有兩包茶包 兩個杯子 杯子後面也有插頭耶 好多插頭 這個的話就是 熱水壺 最棒的是還有這個膠囊咖啡機 有附兩個膠囊咖啡可以喝 我們來看冰箱的部分 裡面有兩罐水 我們今天住的房間是豪華雙人房 他們給我們的是一大床 床頭的左右兩邊都有插頭 然後還有四個燈的開關可以自己做切換 床的正前方就是一個大液晶電視 我們再來看廁所的部分 我覺得他的廁所超漂亮的耶 他的馬桶是佩娜索尼克的免具馬桶 上面就是浴巾還有毛巾 吸收台的區域 備品的話有附兩個牙刷 梳紙 然後這個是棉花棒 然後這個是浴帽 跟刮鬍刀 他們的這個吸收乳是茶子糖的 這邊的話就是淋浴區的部分 他們有附沐浴乳跟洗髮乳 我們住的這一間房間它是有陽台可以出去的 那房間的開箱就大概到這邊 依照管理我住完一個晚上之後 明天再跟大家說我睡過一個晚上的心得 走了走了我們要去吃晚餐了 然後我們點了兩盤肉 我們還拿了蛋餃豆皮跟玉米 它旁邊有很多佐料可以加 我要來吃吃看它的肉 吃飯 他說很辣肉質還好 盤盤的一鍋 這是另外一個部位的牛肉 他們的牛肉數量一盤300塊 但是不會保證對牛肉是哪一個部位 因為牛有十幾種部位 像我們的話就是拿到兩種肉 一種吃起來就是筋比較多 然後另外一種呢 就是你們剛看到比較細長的那個 那個的肉就比較軟一點 然後它旁邊還有一個冰箱 可以拿火鍋料 火鍋料的話一盤都是50塊的 它旁邊有附那個牛肉的乳汁是免費的 我們加來吃吃看 我不知道啊 甜甜的 海南味 哈囉大家 我們吃飽了 你覺得好吃嗎 還OK 我覺得我 我吃到後來 覺得還好 可能是因為我平常吃習慣那種 刷刷鍋的火鍋 就是我想要吃很多的料 就是菜盤啊裡面可能有很多東西 火鍋料之類的 所以吃這個我比較有一點不習慣 因為東西可能比較單調一點 但是我覺得很多人說很好吃啦 所以我覺得喜歡吃肉的人還是可以來吃 現在的時間是8點40 然後我們現在要回市區了 等一下要去神龍街逛逛 神龍街那邊有幾間小店 我覺得很好挖寶 裡面的東西可以買來抽獎 嗨大家 我們剛剛把車子放在飯店 然後我們現在出來要用走的 走去那個神龍街 來神龍街之前 我們要來 宣服居買一杯奶茶 這間也是網友推薦的 他們說他們的奶茶超好喝 你去攝影嗎 對啊 那你很厲害嗎 不會啦 沒有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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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買好了 又對焦喔 好喝嗎 我也來喝喝看 很好喝 我們點的是微甜掃冰 剛剛好喝都不會太甜剛剛好 超級大推 老闆娘超級親切的 然後飲料很好喝 而且很便宜 這一杯多少 奶茶小杯35 奶茶小杯35 紅茶是25 25 一定要來喝 大概有三四個網友 跟我說一定要來喝他們的飲料 我自己也覺得超好喝 然後我們現在要走路去神農街 喔對了 我們剛剛發現啊 我們住的那個 達雪二三旅店 離海岸路超級近 然後 也在宣服居的旁邊而已 走出來轉個彎就到了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住在這間飯店啊 走出來就是海岸路 海岸路上面就有很多東西 可以吃也可以逛也可以拍照 哦 你是在家嗎 超級的 我們在神農街這邊看到一間店 可是沒有老闆 好像是一間城市商店 彈起來彈起來 好厲害 在記憶時實施寂寞夜裡 還是歡樂意義 僅是掙扎夢醒 萬事貼心離開你 經歷這個你 活成這個我 細數自己 好厲害 大家有看到就是剛剛的片段嗎 剛剛那個片段是 我們剛剛一起在逛那個城市商店 然後他們就把吉他拿起來彈 然後我就說可不可以錄他們這樣 然後他們就很即興地錄了一首 那個一首年輪 他們就很即興地錄了一首年輪 然後就從頭拍到尾 超厲害 我覺得有時候旅行很有趣的 就是你在過程中會 莫名其妙地認識的一些人 然後發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這樣子 我現在要來逛這家偶業 來這邊挑抽獎的小禮物 第二間我要來逛這一家 第二間我要來逛這一家 老紅突然給我打起彈珠來了 這樣多少 參加獎 來幾分 60分 60分參加獎 參加獎是可以選一張這個明信片 哈囉大家 我們逛完神龍街了 現在要走路回去大學二三旅店 來跟我一起逛逛海阿路吧 你們看中間那邊 有幾朵魚 然後上面坐了一個小小的人 這邊也是 超級可愛的 這邊馬路中間那邊 也有一個小小的人坐在那邊 超可愛的 嗨大家 我們已經到飯店了 然後今天真的好累喔 等一下洗個澡應該是睡覺了吧 現在時間是11點28分 那第一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我們就明天見啦 要記得去看我第二天的影片喔 明天見 嗨嗨嗨各位 差點忘了跟大家說 這一次影片最後我有辦一個抽獎 因為呢我的IG破千人追走了 所以我就想要來回饋大家這樣子 這個抽獎我想要送的是明信片 給你們看一下 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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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抽獎的話 我會辦在IG 所以還沒有追蹤我IG的人 趕快去下方的資訊欄 裡面的連結去追蹤我的IG 然後就可以參加抽獎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下支影片見 哈囉大家 差點忘了提醒你們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一個喜歡 然後再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也不要忘了追蹤我的IG 下方的資訊欄有我IG的連結 這邊的話有我IG的頁面 如果你想要看我更多的日常生活啊 或者是不想要錯過任何的抽獎活動 記得要去追蹤我的IG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那我們這一次下來呢 一樣會跟大家介紹 那我們這一次下來呢 加奶 去吃的東西 然後也 不要跟你在講什麼